大家好 今天 我们又站在这里 联合国前 强烈抗议中国执政的 公然践踏宪法 侵犯中国公民权利 残酷迫害中国民主党成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34条明确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有言论 出版 集会 结社 游行 是非的自由 但是 中国民主党成员 陈树庆 因为在网站上 署名发表文章 公开抨击中国司法的黑暗 政治的腐败 要求政治改革 在2007年的6月 陈树庆 被中国政府 以 涉嫌犯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判处有期徒刑 在2009年的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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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遭到北京人民法院 判处有期徒判处有期徒刑 2010年 自由 这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 因言论而被制罪 因结社而被定罪 这不符合 中国宪法 所确立的人权原则 更违反了联合国 人权 国际人权公约 我们强烈反对 我们强烈反对 中国执政党 这种凌驾于宪法 之上 对中国公民 实行政治独裁 中国民主党认为 国家宪法 是至高无上的 是政府执法的准则 是公民权利的保障 中国政府 必须遵守国际人权公约 保障中国公民的权利 停止破坏政治意义人士 释放所有政治犯 下面请大家和我一起高呼 反对政治独裁 释放所有政治犯 释放所有政治犯 反对政治独裁 释放所有政治犯 好 谢谢大家